本港昨日天氣酷熱 下午錄得攝氏36.1度 是今年以來最高溫紀錄 亦是有紀錄以來5月最高溫的一日 未來幾日天氣亦相當酷熱 燒暑開胃燒製的酸梅湯 住家式的 沒有加甘草 沒有加很多其他東西 只是山渣和烏梅 就搞定了 和冰糖 希望大家都嘗嘗煮這個 在這些浩熱的氣溫 喝一杯冰凍酸甜的酸梅湯 感覺暑氣都燒了一半 有中醫曾經表示 酸梅湯的好處 不單止燒暑止渴 還可以消除疲勞 還能止射止咳 我是粵豬熱好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家庭酸梅湯 家庭做的 為何叫做家庭酸梅湯 因為我做的酸梅湯 又是偷工減料 非常簡單 盡量減化 酸梅湯很簡單 譬如你想煮酸梅湯 你其實走去藥材店 就說 麻煩給我 幫我收拾10元 酸梅湯 湯料 他會收拾給你 不過他也叫你收拾20元 現在10元收拾不到 又何苦呢 又不知煮多少 坦白說 現在這個烏梅 這個烏梅 我是在樓下買的 樓下買的烏梅 哇 現在這個400克 買到58元 那時候只有20多元 很誇張 400克 即是等於12兩左右 那天我去買山楂 我買過山楂 蘋果 20元 我問他 喂 烏梅多少錢 他說64元 即是不太貴 如果64元 即是大約100元 那他也有12兩 那樓下買的 算了 不要緊 告訴大家 這個酸梅湯 都蠻好喝的 有什麼好處 其實都不需要說 新樽解渴 開胃燒 好奇怪 外面打火鍋 很多打火鍋 都有酸梅湯 任喝的 你兒女 老婆 不喝的 我都不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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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煮這個酸梅湯 哎呀 我上次找過 高速熬熬 熬四星幾 都不用一天喝完 今天我要找個八星熬熬 先說一下 如果熬酸梅湯 我基本上 就用烏梅 山楂 最後煮好之後 放幾粒 幾粒 一茶匙 咖啡匙 桂花 沒有都可以 混冰糖 就可以了 基本上 各人喜歡的份量 譬如 舉例 你也不是煮一星 起碼煮兩星 對不對 如果你煮兩星水 基本上 我認為 用七八粒烏梅 用七八粒 兩星 用八粒 四星就用十六粒 對 如此類推 如果你煮六星多少 八三二十四 二十四五粒 如果六星 我今天大約都要煮到六星 所以我放二十五粒 平日都煮了 現在的山楂 因為山楂 好好的 去血脂 最主要都是這兩樣 其實這兩樣 烏梅山楂就煮到 山楂很骯髒 要浸一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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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泥 很多塵 浸五分鐘 我現在煮六星 八三二十四 多一點 不要緊 因為我喜歡酸 大約 大約 十 二十 多一點 因為我都煮多一點 烏梅 一次 不斷沖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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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煮過 乾淨 先煮乾淨 所以很容易煮熟 對了 好了 要烏梅 這樣就已經可以 開始下水了 對了 先煮一下 但是山楂真的要浸十分鐘 五分鐘、十分鐘 浸軟了些泥絲 加多少糖 這些都要油系列 一人 但是這些酸梅康 你沒有糖 沒有喝的 我用一個八星煲 煮出來也有六星以上 你說沒有糖 怎麼喝呢 你告訴我 酸又不酸 因為糖是怎樣 做什麼的 帶動 帶動的 味道 帶動 酸梅就是帶動酸梅 烏梅就是帶動烏梅 山楂就是帶動山楂 那就是帶動的味道 我起碼都放大半包 其實你們可以 開一瓶冰糖水 如果到其時 不夠味的時候 就再加 冷凍喝 現在倒進白星煲 這個不用拍了 剛才我媽媽說 什麼浸泥 什麼浸泥 我說錯了 有時現在 年紀都大了 說話都暖了 大家看看 嘩 多髒 看到嗎 你不浸泥 你看看 山楂是放在地上 所以不用怕會浸透 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嗎 幾分鐘是想浸泥的味道 煮了之後 我們要焗它一晚 一泥 看你泥多髒 好 先洗洗它 最重要是洗乾淨 不是一泥味的 都不要緊的 你在外面吃任何東西都好 吃海鮮都好 坦白說 你吃火鍋 海鮮都不洗 你煮一包一包 就撿兩隻 帶子給你吃 還有要洗一下 洗乾淨 OK 洗乾淨 我轉過 這煮 八星煮 我都煮到碗了 烏莓冰糖 都放進去 都不想吃飯了 現在就 再放一些山楂 煮滾了之後 再下火 再煮十幾十分鐘 就有燙到明天就可以了 煮滾了 大家看 煮滾的時候 烏梅是一層香味的 這樣煮滾兩三分鐘之後 其實現在要收小火 我已經拍過火了 要收小火 收小火 現在要在上面 這樣等它煮15分鐘 不要煮太久 因為這些是涼水 水是屬於 不是煮一個多兩個小時 那些叫老火 大家要分清楚 喝下去是熱辣辣的 這些喝下去很舒服 冷凍了 這樣煮多15分鐘左右 帶回一點 它又不是太起 起泡就行了 這樣煮15分鐘 千萬不要放桂花一起煮 如果放桂花一起煮 只有苦味 謹記一下 這個外面的酸梅湯 我們就是醃它太多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 山楂和烏梅 很簡單 好 待會15分鐘之後再跟大家說 大約真的 這樣火煮了 15分鐘 大家看看 OK了 OK了 現在你看到了 其實顏色很淡 都是一樣 要焗它 我們現在就關火了 我這麼大鍋 我這麼大鍋 都是放一殼左右 這樣就夠了 放一殼苦 這樣 關火了 現在是 關火 這樣就可以了 等它慢慢焗一些香味 桂花香味就可以了 沒有都可以的 好 明天再跟大家說 酸梅湯焗了一晚 其實不止 因為我已經冷凍了 已經 十幾個小時 已經OK了 你看看 和昨晚的顏色 是有不同的 多濃烈 是不是 焗一晚是不同的 還有 桂花你加少許 我剛才試過很香 我現在拿過來 進入瓶 再跟大家說 我剛才試過味 其實你看到我剛才 昨晚加了大半爆糖 其實都是不夠甜 我覺得 不過很難說 有口味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這樣 如果覺得不夠甜 自己可以加糖 喝的時候 可以加糖 因為 很濃烈 現在的酸梅湯 已經不同了 夏天衣 有沒有天氣 你晚上吃完飯 每個人都喝 你看 多企理 好 我入口再跟大家說 我現在煮多少 1.5升 3升 4升 5升 6升 7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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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升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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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外 就拿走 就可以了 吃完飯 喝了 好恐怖 超薯 超薯 開胃燒仔的 酸梅湯 住家式 沒有加甘草 沒有加很多其他 只是 山渣和烏梅 就完成了 還有冰糖 希望大家都 嘗試煮這個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訂閱 愈煮愈好 說些笑話給你聽 早幾天 我好像出了一段 不誇張的影片 我真的不發覺 突然間 不知道那幾天 有幾支 這樣飆出來 有幾支 突然間飆到 幾層樓 我完全不知道 多厲害